浮云艾離婚江洪姐八個多月後 以為事件稍稍落幕 不過今日又被日媒爆出 兩人會離婚的真正主因 是江洪姐無法滿足浮云艾的某種慾望 浮云艾才剛傳出 江與橫斌男再婚 就被南方的前妻公開不倫情書 還說是浮云艾主動盜贼 讓這個不倫戀再次引發熱議 日本周刊更指出 浮云艾之所以會不顧一切 斷開江洪姐 主要是橫斌男可以滿足 浮云艾的自己生形的肢骨慾望 在報導中還提到浮云艾過去跟江洪姐 在螢光幕前引到幸福夫妻 跟童話般愛情的模樣 其實並不是外界所看到的那樣 這點浮云艾也曾對外說過 江洪姐並不如大家所想的 把她當成公主來騰 也沒有真正的去了解她 所以後來遇到橫斌男 才真的覺得終於 有人讓自己放鬆的人出現 才會轉向橫斌男懷抱 對此江洪姐透過經紀公司表示 不會對此類問題再做回復 目前只想專心推廣桌球 えっ 很冷的